武林高中去年就开始规划跨校连展 经过多次的讨论协调 从最学期开始展开四个月的创作以及练习 过程是辛苦的但是结果非常好 而跨越的交流连展对于同学彼此之间都是特别的体验 其实我觉得它跟其他幅画的层面不太一样 其他幅画比较注重于听音乐本身 但是这幅画它画出了我跟我的伙伴 然后再打木琴跟铁琴 就是真的觉得也蛮感动的啦 就是我们有被看到的感觉 因为我们平时很少机会 然后能看到去欣赏美术作品 然后这次就放在学校里面 然后大家都可以进来看 就是蛮大众性蛮高 然后而且又是跟我们音乐有相关联的 然后会觉得很有心意 然后是一个很好的挑战 打击音乐组合再加上美术版同学 将音乐视觉化后 作品风格多变又精彩 让创作同学也可以从画作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意境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有音乐跟美术领域的跨校跨领域的学生合作 能够带动整个艺术教育的多元化的发展 然后能够更落实艺术扎根 让学生针对同一首曲子 可以从听觉跟视觉不同的面向来做诠释 我想这也是艺术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未来学校也会持续的跨校合作 打造更多跨领域的艺术以及音乐交流平台 同时促进学生在艺术领域的全范围发展 培育学生专业技能 记得令瑞峰逃运成不倒